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更专业一点的领域 来讲讲变量和数据组 但是在被这些名词吓到之前 我想请大家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例子之中 我们需要制作一系列 差不多一样的图片 这些图片的话呢 它们的整一个结构 都是一致的 例如呢都有一个背景 背景上呢都有一个头像 头像下方呢 都有一两行字或者几行字 那么变化的是什么呢 变化的是比如说背景 比如说这个图像的内容 比如说这些文字的内容 也就是说 它们存在着变量 现在设想 你现在需要通过PS的方式 批量的生成 这20张30张 甚至上百张图片 那么你该怎么做呢 我们的建议就是 使用变量和数据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那么请大家新建一个文档 我们通过这个文档 来讲述相关的知识点 在这里我们新建一个 一千乘一千的文档 当然你也可以任意自定义尺寸 不过等一会儿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的图像和文字的大小等等 对于这么一个空白的图像 我们首先从基本的开始搭建 首先让我们想想 我们最后想得到的结果 我们希望呢 这一张图片 对应着我们刚刚例子中的图像 它的中间呢 会有一个圆 来放置 头像 下方呢 可能呢 有两处 或者说两段文字 用来放置这个头像 对应的人名 以及进一步的额外的信息 有了这个大概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着手来进行创作 那么下面 我把刚刚的示意图删掉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文本图层 或者可以像我这样子 先新建一层 然后使用我们的文本工具 然后在适当的地方 用点状文字的方式 产生一个文本块 像我们之前介绍的文字工具一样 不要先去设定字体 字号 你先把文字先点出来 让PS呢 自动帮你填充文本站位符 然后你再慢慢的去选择 你要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格式 那么现在我们打开字符面板 开始去选择 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字体 合适的大小 合适的一些其他的选项 由于考虑到等一会儿 这里放的是人名 所以呢 你甚至会在想 是不是在这里我用居中的方式 由此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文本会在某一边越界 好的 当我使用了居中之后 让我把它大概的对齐到一个位置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姓名图层 我在这里将它的图层 改名为 姓名 那么下面我们将把这个图层变成变量 使用图像菜单 变量 定义变量 由于现在还没有任何变量 所以呢 你的应用数据组和数据组 都是灰色的 不可用 在定义变量这个面板中 你首先要选择 你要将什么图层 定义为变量 然后呢 选择 对应的图层 你想定义的改变的东西 例如对于我们姓名 这个文本图层 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改变它的可见性 也就是见或者不见 显示或者隐藏 或者改变它的文本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了 我们勾选文本替换 在这里输入变量名 出于教学目的 我们在这里使用NAME name这个变量名 建立好了变量之后 你既可以点击确定 然后再次进入图像 变量 数据组 你也可以在刚刚这里直接点击 左上角 在定义和数据组之间来回的切换 那么下面呢 我就在这里切换为数据组 然后输入一些数据来看一看 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数据组的 这个界面中的大量的东西都是灰色 你现在能点击的就是这个 新建数据组按钮 点击了之后 你的这数据组被自动命名为数据组一 你可以不去改变它 下面对于你的变量 你要输入一个具体的名字 那么让我们在这里试试看 例如我们在这里输入 张三 输入完毕之后 不要急着按确定退出 你呢可以继续的点击 新建数据组 再输入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就变成数据组二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刚刚建立起的数据组 也可以在这里 点击上一个下一个来修改 或者确认 那么对于数据组二 我呢输入一个里四 好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再形建一个输入网五 现在在我们的事例之中 我们就拥有了三个数据组 由于默认已经勾选了预览 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 不同的数据组 在我们的图片上的最终的反应 大家看 好 那么现在点击确定 PS在图像变量菜单下面 提供了一个应用数据组功能 刚刚只是预览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用应用数据组功能 具体的将一个数据应用到 你的整个图像上 让它获得最终的效果 在这里勾上预览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数据组一张三 数据组二呢 里四 数据组三 网五 点击应用 你就可以应用上去了 不过 我们应该意识到 我们既然讲自动化 自动化 我们可不仅仅满足于 在这里点击应用来获得一个 然后又辛辛苦苦的 又把它另存为 我们当然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也就是文件菜单 导出 数据组作为文件 好 点击这个选项 这里呢 将你选择一个 你要存储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沿用 我们上一节课的 这个文件夹 然后新建立一个 纸文件夹 例如 数据组结果 创建 好 点击选取 然后数据组 理所当然的选择所有数据组 其他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再去更改 点击确定 回到我们的 电脑去看看 就会看到 三个PSD文档 已经帮你建立完毕 每一个PSD文档 都忠实的应用了 它所对应的数据组 获得了 所期望的最终的视觉结果 结合着我们 前一次课的知识 我们就明白 现在你就可以使用文件 脚本 图像处理器 注意 不是批处理 不是自动的批处理 因为自动的批处理 必须是对应着一个 动作 我们现在呢 只是简单的想把PSD 批量的转换为 比如说JPG 那么这里要用的是 图像处理器 使用图像处理器 选择 你要处理的图像 在这里 我们要选择 刚刚所获得的结果 也就是数据组结果 好 点击 确定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 输出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继续的使用 批处理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 选择其他的 然后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细节 比如说存储为JPG 品质多少 那么呢 不勾选这个调整大小 让它以原样输出 好 点击运行 现在整个结果 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在这里 它依然放在了 刚刚的文件夹内部 你看 位标题 好 一二三 三张JPG 所以呢 结合着我们之前所学的 批处理的这个知识 以及这里的变量和数据组 我们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了 让PS自动的生成 三张 里面有变量 也就是有改变的 文本的这么一个图形 然后从PSD呢 又批量的转换为JPG 最终获得我们需要的结果 那么作为进一步的例子 让我们来继续 首先我们现在这里 要注意到 我们这里还 其实还不能称为数据组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只有一个 变量只有一个 让我们来增加另一个 我可以简单的复制一层 然后将它拖动到下面 合适的地方 更改一下文本的大小 更改一下这个图层 主要是为了方便 等一会儿我们能够识别它 在这里 我们将图层名字 命名为头衔 好的 然后还是回到图像 变量 变量 定义 现在从这个下拉菜单中 大家就能看到 有了新号的图层 就是已经定义了 变量的图层 而我们现在这个头衔呢 还没有定义 因此我们选择这个图层 还是使用文本替换 再给它一个名称 也就是对应它的变量名 例如title 这里使用英文 好 定义好了之后 左上角选择数据组 那么这里就可以真正的称之为组了 请看 现在对于每一个数据组 我们现在都有了两个变量 也就是说你要同时定义 它叫什么 以及它的头衔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那么在这里选择你要更改的变量 对于数据组一 我们原来已经有了一个 这个 名字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更改它的头衔 例如 对于它 我们希望 它的头衔是 职员 好 继续 到下一个 对于数据组二 那么呢 它的名字是这个 那么它的头衔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 例如 经理 好 再到数据组三 那么注意一下 它的名称 好 再给它一个对应的头衔 例如和我们之前的遗址 还是职员 好 经过这个之后 我们点击确定 那么下面 我们就可以用 图像菜单 应用数据组 来进行统一的这个预览了 请看 数据组一 数据组二 数据组三 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的 我们也不是在这里 简单的应用 先点取消 而是回到我们的文件菜单 选择 导出 数据组 作为文件 再一次的 将刚刚的所有数据组 一并导出成 PSD格式 我们可以选择 替换掉所有 好 回去看看 结果 如我们所料 那么刚刚的两个变量呢 就都应用上来了 后续的步骤 也就是将PSD 转换成JPG 请大家 自行练习 我们下面来介绍 下一个知识点 在刚刚的整个应用之中 我们虽然定义了两个变量 但是应对着呢 还是同样的文本 那么我们还要解决 头像的问题 请看 我们现在需要新建一个图层 也就像你常规的PS操作一样 你现在先不要理会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图层变成变量 而是先依据常规的操作 先组织出你最后想需要得到的视觉结果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图层 我或许会考虑 以我们的某一张测试图片为例 将它拖入进我们的PS 更改为恰当的大小 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地方 甚至再用上一些我们之前的知识 例如我们不是想获得一张圆形的头像吗 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 对 使用 圆形 选框 椭圆选框 然后呢添加一个蒙版 由此慢慢慢慢地将这整一个图像 设置到你最后期望的结果 当你做到了这一步之后 你现在就可以将这个变成变量了 让我们还是给这个图层一个名字 这个呢显然这个呢就是头像了 好 回到图像菜单 变量 定义 在这里 对于头像这个图层 那么它现在就只有可见性这个变量可以选择 为什么呢 请点击取消回去看看 在刚刚的置入 PS呢默认地把它变成了一个智能对象 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将这个图层三格化 也就是选择图层右肩菜单的三格化图层 将它转换为普通的像素图层 由此再一次的执行图层 由此再一次的执行图像 变量 定义 你就会看到现在你可以进行像素替换 好 还是给它一个具体的名称 例如这个头像 Evatar 对于像素替换 PS提供了一共四种不同的方式 来让你对应于新的图像 因为你想 我们放进来的图像呢 不一定是同样的大小 甚至呢不一定是同样的比例 那么你希望新的图像如何应对你现在的文档呢 那么它就提供了限制填充 保持原样和一致四种 你任意选择一种 都可以通过将鼠标 移动到这个下拉框上 在下面呢看到具体的说明 例如填充 就是将图像调整大小保留比例 同时呢填充整个定阶框 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 这个方法比较好 同时我们还可以勾选 剪切到定阶框 让它变成我们刚刚设定的 这么一个大小 好那么现在点击确定 再来继续 定义为数据组 这时候数据组那就略选复杂了 因为又多了一个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像素替换 在这里的值就不是一个 普通的输入的文档了 而是你要在这里选择一个文件 例如在这里我们选择原图的若干章 例如 随便 我们对于这个选择这个 好这是数据组一 那么对于数据组二呢 选择这个 大家会看到你没选择一个 你就可以都在预览这里 能够看到具体的结果 由于刚刚勾选了那个剪切 所以呢现在图片呢 都可以以同样的这个大小显示在最终的文档上 好让我们来继续 对于数据组三也选择一个 好三个选完 那么图像应用数据组就能让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 如我们所期望的 完全一致 那么下面就又可以再次执行文件 导出 再继续来做后续的步骤了 对于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使用了三个变量 其中既有文字 也有像素替换 那么还有些可见性啊等等 大家都可以在额外的时间中再继续去学习 还有一点就是呢 PS提供了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用文本的方式来定义刚刚的变量值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再在我们的PS的软件里面 通过刚刚的略显繁琐的这个数据组这么的一个界面 来慢慢的手工输入 而是可以甚至从文档或者表格之中来承批的获得数据 这可能就更接近于自动化这个本来的含义 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点 大家可以看看课程给的相关资料 大家看到 通过刚刚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可变的一个图像 在这个图像之中 当我们定义好了它是具体的构图 具体的图层的位置和特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变量 然后通过引入数据组的方式来组织出不同的图片 虽然刚刚的例子非常的简单 但是结合以前的知识大家应该能理解 刚刚的所有的图层 例如文字 例如图像 你都可以叠加调整图层 都可以添加图层样式 都可以进行任意的变换 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在课后自己练习 总之 通过变量和数据组这个自动化功能 我们有了非常好的方式 去应对批量的系统化的图片生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